HELLO 英雄說書的觀眾朋友你們好 我是說書人阿瑞 替大家帶來精彩的英雄故事 又到了讓本頻道會員們貢獻靈感的英雄轉蛋企劃啦 這次要聊的是我個人認為三國最精彩的一段婆媳故事 每個月我們都會有一支這樣的影片 是由付費會員們AKA扇子團投票票選出來的主題 他們投票的同時也常常透過表單對阿瑞說一些信賴話 當我看到自己的故事能夠陪伴觀眾度過生活中的各種時刻 像是在深夜起床泡牛奶的昏昏沉沉啦 經過一天的高壓工作之後在駕駛座握著方向盤聽說書等等 你們傳達的小確信都是支持我繼續拍片下去的重要動力 再次感謝各位 好啦回到我們上個月的票選題目 最想聽的三國女性角色 首先公布的是張春華與蔡妍 以11.6%共居第三 第二名則是吳大帝孫全的老婆布戀師 有15.2%的得票率 至於冠軍寶座沒有意外 是號稱河北第一美女曹魏迷心中永遠的女神 真符真女王 關於真符的故事主要來自於三國志的文昭真皇后列傳 不過要介紹她出生背景前我想先聊聊名字 符這個字有符與蜜兩個讀音 而史書中其實沒有記載她的本名 真符只能算是外號 會有這個外號是來自於七步成詩的大才子曹直 曾寫過那首經典的《落神父》 提到自己經過落水時 想起了何之女神伏妃 文章中極力描寫她的滋容美麗 有如天仙下凡 這個伏妃呢 就是上古神話裡伏希的女兒 傳說她因為逆水遇難 才成為落水女神 然而大家也知道 真符後來是嫁給哥哥曹丕 不是弟弟曹直 八卦雜誌啊 就把曹直與嫂嫂之間的羅曼史傳得滿天飛 有人說呢 《落神父》裡的女神其實就是代指嫂嫂 只是不敢名講而已 因此呢 伏妃等於真妃又等於真符 這個說法呢 就漸漸定型了 我就照外號起源的讀音去念啦 說起真符的家世呢 還蠻不平凡的 他的祖先是西漢末年曾經當過太保大將軍的真函 這名字呢 我們比較不熟喔 但翻開漢書王莽傳 可以發現一些小秘密 王莽掌權時呢 他啟用一位知名儒家學者孔光擔任大司徒 而孔光的女婿就是真函 在王莽終結西漢建立新朝後呢 他們也都過得風生水起好不快活啊 而且厲害的是 王莽翻車下台後 東漢光武帝上位 真家這一脈呢 仍然可以保持低調 在官場上呢 保有一席之地啊 我猜他們做人做事的家學傳承上 應該有有獨到之處 話說呢 真符的老爸在他三歲時就過世 主要是由母親扶養長大 我們在以前影片提過 真符呢 從小就喜歡讀書寫字 不愛刺繡女工啊 還會跟家裡的哥哥們搶毛筆研台來用 被家人笑說 女孩子念這麼多書有什麼用 是想要當博士嗎 今天這支影片呢 就幫他澄清一下 真符念書呢 是真的有念到頭腦裡的 東漢末年天下大亂 百姓們過得有一餐沒餐 很多人呢 就變賣珠寶換取糧食 而當時呢 真家算是手頭寬裕的 也趁機收購一些奢侈品 十幾歲的真符發現後啊 就對母親表示 媽媽啊 現在亂世中 我們身懷貴重寶物 是會招來禍害的 而且我們左右鄰居生活都那麼辛苦 家中既然還有存糧 不如贈送給他們 積點福德吧 這個建議有如當頭棒喝 雖然呢 她還只是個小女孩 但家人們呢 立刻照著她的建議去做 上面故事啊 我覺得有兩個看點喔 第一點是呢 增加在家族會議上 沒有因為長幼輩分的關係 而忽略重要的意見 不要說是家庭了啦 如果拿到現在的企業營運上來看呢 也是非常難得的事情 第二點則是呢 有人會說喔 你行善贈災 如果是為了廣激恩惠塑造好民生 這樣不是很功利嗎 沒錯 我自己是佛教徒啊 就宗教修行的觀點來看 這不能算是好的發心不失 但是啊 不是所有人都跟你同個宗教啊 假設呢 有一個社會上 存在著某種外在紀律 譬如道德禮教 有些人因為擔心違反紀律而受害 把本來不願意分享的財富分享出去 對於社會大眾來說 算是一件好事吧 當然啦 大家還是會期待一個美好的世界啊 人人和樂 發自內心互相照顧 這個難度很高 我們過渡期呢 凡事先求個圓 這樣不過分吧 從這個小故事出發呢 我還真的發現喔 本片主角曾福呢 對於人際關係的圓滿 非常看重喔 根本是三國大蛇丸啊 欸對不起我道歉喔 破壞了大家心中的想像 曾福呢 有多體貼旁人的感受呢 我再講一個故事 他14歲那一年呢 哥哥過世 只留下一對孤兒寡母 生活在這個大家族中 前面也講到啊 曾福老爸很早就不在了 家裡呢 母親最大 曾媽媽呢 個性又嚴格 對每個媳婦都有很多要求 曾福看了呢 忍不住跑去跟母親說 我知道媽出發點啊 是為了家族好 可是嫂嫂年紀輕輕 就必須守寡 撫養兒子長大 這是多麼艱難的事情啊 出於人情義理 你可以把她 當作是自己的女兒 一樣愛護嗎 曾媽媽喔 大概是面餓心善那種人 聽完後呢 眼淚就撲酥酥落了下來 可能想起自己早年 撫養子女的辛苦吧 就對曾福表示啊 以後啊 你就跟著嫂嫂 你有什麼她也要有 婆媳之間的感情呢 漸漸融洽起來 你看看 是不是該頒個三國同理心大師的獎牌給曾福啊 前面呢 這還只是她少女時代的經歷喔 她成年後 與曹丕相遇的故事呢 那就更多彩多姿了 曾福年紀漸長後呢 由於家族地緣關係啊 她先是在建安年間 嫁給了袁紹的二兒子袁熙 在老公派駐幽州的期間呢 曾福就留在原家大本營夜城 侍奉父家 然而 後來河北風雲變色 曹操徽師北上擊敗霸主袁紹 吞併了紀州 自然呢也攻佔了夜城 曹操兒子曹丕 當時啊 就跟著大軍進入城中 我們在之前的影片中呢 有簡單帶到 曹丕與曾福相遇的經過 曹丕當時17歲 曾福呢 二十出頭 相差四五歲的姐弟戀 又是橫刀奪愛的再婚 這在東漢末年呢 有沒有話題性啊 我不能肯定 但從事後史料來看呢 各家媒體 有愛死這個新聞呢 真相報導寫得天花亂墜 魏略裡面說啊 夜城城破之時 曹丕進入袁紹官府 看到曾福與夫家親戚 坐在大廳上 曾福呢 害怕的把頭埋進小姑膝蓋 袁紹的老婆劉夫人呢 則將自己雙手捆綁 曹丕啊 看了一眼 那個低著頭的誰 抬起來 我 曾福啊 抬起梨花帶淚的眼旁 初初可憐的望向前方 咚咚咚咚 我們曹丕就這樣 據說呢 據說呢 消息傳到曹操耳中 知子莫若婦啊 就把這個河北美女 納為媳婦 至於未盡世語中呢 收錄了另一個版本的故事 書上寫到呢 曹丕進城後啊 先去了三兒子圓上的官邸 在裡面呢 同樣遇見劉夫人 身後跟著一位裝髮凌亂的婦女 默默垂淚 曹丕開口就問 這位是 劉夫人回答 這是我兒媛媳的老婆啊 曹丕一個劍不上前 伸手呢幫征服玩起髮技 掏出手帕 擦拭她臉上淚痕 有份叫 梨花一枝春袋雨 火箭有臉啊 不過呢 曹丕還hold得住 擦完眼淚 沒有多說什麼 就轉身離開 倒是劉夫人呢 神算老江湖啊 轉頭對媳婦悄悄說 別哭啦 你保住一命啦 不久後呢 果然啊 就收到曹丕 傳見征服的命令 你看看喔 這些作家啊 寫歷史都會聲會影 跟寫小說一樣喔 大家不要再笑我們現在的記者啦 小時不讀書喔 長大寫史書啊 但是呢 上面這些 還不是最扯的 到了南北朝的 誓說新語中呢 這樣寫 當曹丕攻破夜城後 下令部下 趕快把征服找來 左右呢 動也不動回答 報告大人啊 公子曹丕已經派人帶走他了 曹操恨恨的說 啊 我攻打袁紹 就只為了這個美人啊 不得不說 第三個故事呢 真的是誇張 參考前面第一個版本的人設呢 曹操是很照顧兒子的需求 不會跟他搶老婆的好嗎 說個比較可靠的八卦 曹操呢對於增加媳婦的滿意度呢 應該是滿高的 因為他有一個兒子很有名 叫做曹聰 會用船秤大象重量的那一位 曹聰呢聰明過人 但不幸13歲就過世了 曹操啊含淚幫他與一個好人家的女兒安排明婚 欸這麼巧 那名女子呢 就是征服一位早逝的姐妹 增加出品 必屬佳座啊 好啦關於征服的羅曼史啊 也講的夠多了喔 還是得聊聊他進入曹家之後的故事 就如同前面所說呢 征服是個處世圓融體貼的人 面對婆婆也就是曹操的政公變皇后 她表現的可圈可點 要說啊是樹立了三國媳婦的高標準呢 都不為國 在裴松之助影的魏書裡提到 建安16年呢曹操出兵攻打關中 帶著變皇后同行 曹操與老婆征服呢 則負責留守夜城 然而呢出兵前呢 變皇后就有出現身體不適的征兆 征服啊非常擔心 從早到晚哭個不停啊 左右僕從對她說 小姐你別哭啦 我們收到前線報告說老夫人病好啦 征服啊先是一愣 接著哭得更大聲了 你們都騙我啊 想說我是個傻女孩 以前老夫人在家的時候 一生病都要十天半個月 哪有這麼快好啊 幸好啊 後來征服收到婆婆稍來書信了 表示身體真的痊癒了 她才轉優為喜 隔年正月啊 遠征軍回到夜城 征服呢立刻去朝見變皇后 人還沒有走到跟前呢 眼淚就掉滿地 皇后啊看見了都忍不住感動說 這個媳婦啊 淨幽好啊 你以為只有這樣嗎 四年後喔 曹操東征孫權 這次呢不只帶著變皇后 連曹丕 曹丕的兒女 曹瑞東鄉公主都隨行 但征服呢不巧因為生病 所以啊 剩她獨自留守夜城 打仗呢又打了約莫一年 大軍回歸 趙冠例 媳婦第一時間啊 就去拜見婆婆 變皇后呢久別重逢啊 卻發現 征服容光煥發 整個人呢都精神了 不免好奇問她 你這麼久沒看到兩個孩子 都不擔心嗎 征服啊面帶微笑回答 他們啊跟著阿嬤出門玩 我放心都來不及了 又有什麼好擔心的呢 你看看這個應對進退啊 是不是堪稱婆媳溝通教科書啊 當然啦 現在時代不一樣了啦 我身邊很多已婚朋友 與長輩的相處呢 都各自發展出愉快的模式 沒有哪一種溝通方式叫做最好 只有最適合你們的相處之道 征服呢在史書上的形象 維持得非常優秀 不只呢對變皇后 對曹丕也是如此 她還曾經鼓勵老公呢 多納妻妾傳宗接代 當老公看不順眼小老婆 想要修掉她的時候 征服喔還會幫忙講話 說小老婆沒有那麼差啊 不妨留著以後再做打算 不要問我是什麼打算喔 我真的不知道啊 但是呢有趣的來了 一個看似完美的妻子 當曹操過世曹批接班 並且呢獲得漢獻帝善讓 登基為帝的時刻 征服呢卻沒有如眾人期待的 升格成皇后 曹丕是帶著新歡 郭女王前往洛陽 並且呢策封她為第一夫人 就是後來的文德郭皇后 38歲的征服啊 仍在夜城 第一次不圓了 這開嘴喔就是三到六點嘛 對於老公口出怨言 曹丕聽了大怒 派遣使者賜死了征服 儘管呢在三國治方記傳中有記載 她後來反悔想要去追使者 但終究木已成舟難以挽回 那是公元221年 見證了河北風雲 看透了人生聚散 嘗遍了清晴冷暖的征服 埋葬於夜城 這個她最熟悉的城市 但並不是以皇后的身份 又到了結論時間 大家知道啊 曹丕當皇帝的時間沒有很久喔 短短不到十年就過世 由他與征服的兒子曹瑞接班 欸我知道喔 江湖謠傳的這個曹瑞不是他親生啊 這個話題呢 我們未來會另外再拍影片聊 曹瑞上位後呢 將親生媽媽追世為文昭皇后 主政期間喔 對於舅舅那邊的曾家子孫呢 都大有風尚 或許呢 曹瑞是最了解母親 一生辛苦的人吧 但這裡呢 要特別說明一件事 關於前頭提到征服的 賢俗事蹟呢 有一部分是出自衛書的記載 後世學者認為啊 當中可能有不少是灌水碰轟啊 舉個例子 衛書呢 對於征服之死的描寫 並不是曹丕造成 而是他自己推辭不願當皇后 最後呢 並重過世 這段故事呢 我個人也沒有採納 然而我覺得有一點喔 是有相當可信度的 那就是征服與婆婆 變皇后的友好關係 這甚至呢 可能是點燃他人生 最後悲劇的倒火線 欸 怎麼婆媳關係好 反而錯了呢 因為啊 變太后有一個特色 母儀天下 管很寬啊 他雖然因為歌女出身 背景普通 是在曹操和原配丁夫人離婚後 才扶正的 可是呢 陪伴曹操的時間很長啊 你看前面講到出兵打仗 還會帶著同行 可見呢 夫妻之間的互動是很密切的 而且曹操呢 撫養了很多宗親子弟 好比曹真啊 曹修等人 也都是由辯夫人照顧 當這些小孩長大後 多半呢 在皇宮中擔任要職 你說老媽媽的勢力大不大 曹操過世後呢 辯夫人一躍成為皇太后 她就曾多次干涉曹批 對於宗室的執法權 而且文武百官如果有什麼事情 也會想找變太后告狀 不說別的 還記得我們中會那支影片吧 中會老爸老媽的婚姻問題 最後呢 也鬧到太后跟前 當時啊 我覺得納悶 現在呢 總算稍微有點懂了 關於曹魏後宮的這些鬥爭啊 我覺得以後應該蠻有些東西 可以挖掘的 今天啊 暫時就談到這裡 假設呢 曹批對於老媽這種 控制狂早就不滿 那自己的妻子 與婆婆關係越好 恐怕只會讓夫妻之間的感情 漸行漸遠 沒錯 我想像中的征服呢 是個知書達理的好孩子 書本上告訴他 什麼樣的行為舉止 才符合社會大眾 對於嫌妻良母的期待 但書本上沒有告訴他的是 維繫兩個人的感情 靠的不只是善良而已啊 愛情是很神秘的一種情緒 它固然可以彰顯出 人性中美好的那一面 然而 某些狀況下 它也會激發出 恐怖的惡毒怨恨 包括征服自己啊 在用盡了一生的愛 只為了維持一個 圓滿婚姻形象時 最後呢 人不免對丈夫 吐露心中不滿 這個情緒釋放來得太晚 如果時光能重來 我多希望關於真飛 在歷史上的記載 不要那麼完美 她與曹子環 做一對有笑有淚的平凡夫妻 或許才能擁有最平凡的幸福 喜歡今天的故事嗎 英雄說書需要你的支持 讓好故事被更多人聽到 動動手指訂閱我們頻道 打開小鈴鐺 選擇接收全部消息 這對創作者的幫助非常非常大 如果你還想要給我們更多鼓勵 也可以掃描加入會員QR Code 用每個月一杯咖啡的錢 贊助我們的內容創作 這裡是英雄說書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